如果普通人呢 說真的 疫情有一些走不掉就走不掉 但是現在疫情過了 他們都很難說好像以前一樣都封死了 那些人開始又流動的時候 你都看到多了人開始走人了 那這個也是 我想在大陸的計算之中 他都是預計了你有一些不是那麼聽話 不是那麼合作的那些就唯有走了 走得差不多的時候你剩下的那些都是 要是說說老二 等退休那些走不掉 那些是沒有所謂的那些 那些一般是說得很聽話的 不聽話你都是坐在那裡不能動的 那些很多都是 所以剩下的那些老弱 或者是一些本身是很愛國的 那他合小駒車 或者有一堆就是他送我來的那些 就是新生滲透進來的那些 那你其實慢慢的就是 就是桃花依舊人面全非 變了質的那你變了質的那你變了質的那就是 但是如果你說金融裡面的人 老實說這十年八年其實都滲了很多大陸人 有些人可能是本身都是想走人的 他知道大陸也很多人想走人的 他去找香港搭腳射 那他就收一收腳就走了出去 那其實那些有很多都可能走了 那有些就 就是貪這裏可能相對大陸來講 那個生活舒適一些 稍為自由一些那樣的那樣的 就是自由應該現在差不多 都看齊了扯平的那些 那就感覺就告訴別人 在香港做事吃香一點 這件事如果再走出去都容易找工作 那你如果這麼多大陸人在這裏 就是已經插了旗 那些金融機構都是很多 紅色資本中之底的 那其實你這個 這班人其實不會怎麼走的 你說說一些老一輩那些做金融那些 其實就很多都很comply的 所謂很comply就是他們賺錢的 你要他們聽話就聽話 你要他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很多都是這樣 你做這行的事情 就是做金融那些人 就是多不少這樣的特性 看錢分上而已 你有客有錢賺什麼都可以的 尤其是大行 你不要以為就是中資 大行當然是 你要拿一個鞋子拿給你看 就是你如果做單挑 真的做得到 什麼都做得出 所以你對那些人 你給錢他就OK 其實現在你又不是沒有錢給他 這些完全不是問題 這些很乖 大家都看到的 其實就是外資都開口了 我們也不用重複說二、三十次 就是賺到錢 大家有眼看的 說那麼多話都沒用 你看股市、樓市 全部都不動的 都是怎樣的圓 都是那些位置 看經濟的 那你的增長一直向下跌 你怎麼賺錢呢 就是賺錢你要有那個增長的前景 就是什麼都不說 不說你制度 不說你其他那些東西 你起碼那些東西要升才 是不是 經濟要向好 股市要向好 樓市要向好 那些都不是的 那怎麼賺錢呢 賺錢呢 不是沒有人玩 有人玩 玩那些都很糟糕 錯了貨 你玩港股那些 你知道三字頭買下來 二字頭、一字頭都見過 那你現在有移頭 那你全部都錯了 有錢都鎖死了 你已經玩什麼 你最近都見到 你有看那些樓市的節目 你就知道 那些有些樓的劈架都鎖得很厲害 就是5至10 或者再大的幅度都見到 就是當然是賣出來的 那你不賣的話 沒有問題 賣那些急賣那些 或者有些銀主了 有些移民那些 那些沒辦法 那些都是要減價的 很多東西都不是好 你看到你在採訪中說了 香港的樓市可能會大跌30 你要我說我就照樣說 但是我個人認為 就算是三成也好 你不是一年跌出去的 你可能一年10% 兩年20% 三年30% 就是以前 真的歷史上那個樓市 你不是跌就由自我跌到 都三分一到三分二 那其實現在呢 你又沒有一些很所謂 很大鑊的事情在面前 即是息口其實是 不過問題就是 你又不是很肯定 他加到什麼幅度 譬如說你可能加到 三四厘四五厘 那他可能先休息一下 那如果你說的是這樣 三四厘左右的息口幅度 抽上去 那你當然你會令樓價跌 但是問題就是 都要有些 有些其他危機配合 譬如說是否債務大規模爆高 或者有很多 就是未想到的東西爆出來 那你有這些東西爆出來 可能會 那個幅度會大一些 但是現在這個時刻看不到 你看不到的時候 你預視到它 應該都差不多 玩到差不多 但是同時間也有個通脹的背景 因為你 周圍的東西都升 那你 可以這麼說 廁紙價格都在升 是不是 你走到市場買東西 都一直跪著 那你按照這個樓 一樣都是有個通脹浪高的壓力 變成你 你說它說拿得太多 其實你有個通脹要抵消 變成它有幅度 也不一定是很多 其實任何 你看看歷史 港股也好 樓市也好 其實30%不是一個大幅度 即是你真是一個紅市 你跌三成是輕便 通常如果你跌一兩成 那些是調整的 就是還是牛市的 不是紅市 但是你看到的 你現在那個樓市由97年上至高位 到現在都二十幾年了 我當你03個底位計算起 低位計算起到現在都二十年了 一個二十年的周期 其實都行凸了 可以這麼說 那你講回股市 其實連儲國最新都發 發表了一個最新的地區經濟報告 就是說受俄屋戰爭和地緣政治局勢的影響 你覺得未來的企業 所有農產品都會繼續飆升的 加息的話都會連到股市大跌 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講了 其實市跌就未必是 加息那一下那個位出現的 你的市會走先些 那機制是怎樣的 就是你現在那個息口 預計到它未來的一兩季兩三季 是不會急抽上去的 可能一急抽走幾厘給你看 那你這樣走上去 會引發一些資產泡沫爆破 引發那個經濟衰退 但是不是今年的 你今年到年尾可能出現到明年頭的 那個息口可能扯四五厘上去 那你很可能發生的就是明年後期才看到那個衰退 明年年中打後 明年下半年才看到那個資產泡沫 尤其是樓市那些有一個明顯的向下 那你如果明年下半年 甚至下一個年尾才說 資產泡沫明顯向下的樓價 跟著那個經濟衰退 這樣的話 那個股市你走先些些 都要明年才下跌的 都不會今年這麼快的跌給你看 你今年這麼快的 所以你現在有一段時間 在前面說的那個市況比較啜 啜啜的意思就是 你沒有即時的衰退的壓力 起碼那條Y-curve似是這麼長的 沒有到掛 那你沒有即時衰退壓力 那個股市就跌不得多 但是經常怕它衰退 又怕它加息 經常在說這種事情 怕的時候它就會調整 但是又啜來啜去 怕著來升股市 可能反而複去 那你本身現在美股已經上去 一些相對高的位置 那它可能再移上去的空間 就不會太多 但是它啜下去 還未啜得出 那就是啜啜啜啜 可能啜啜啜啜啜 就是一個比較 比較慢一點點的 的向下 但是就那個幅度 會動得比較厲害 那如果你反過來 說我們這邊 你說港股那些 因為那個超賣是厲害的 就是其實你用任何奇術指標 你看都可以看到是見底的 熊市應該可能結束了都不定的 但問題是你見底 就不可能它大升 它在低位 它這條經濟不行 前景也很頑皮 那你沒有動力上的時候 那它也上不了多少 但是都是搓 你美股搓我們跟著搓的了 問題是美股搓就搓 可能搓就低一點 但是港股可能坐著坐著坐著 坐著穩一點 然後稍微站定一點 那可能暫時這幾個月多 可能這樣就答過了 暫時這幾個月多 其實大陸的上海封城都還沒有完全解封的 看到人物銀行要降準 盧鶴總理提了三個措施 就好像 那個感覺是很想加於恢復這個生產 接著德國有一間報紙就報道 就小了一些標題是這樣報導的 說中國的經濟四月份會大跌 就說很恐懼 其實怎麼看大陸的經濟呢? 你停的lock down 當然是縮的了 縮得很厲害的 2020年武漢那些事情大家都試過了 不止大陸封城 全世界都封了 那時候大家都封的時候 就一個大幅的收縮 但是這個又沒事的 你如果不是太久 你恢復回的時候它又可以回來 但是問題是它現在堅持要零的 那你堅持要零的時候 很明顯這些病毒傳播力這麼高 是零不了的 那你零不了的時候 你又要堅持要零 那些lock down 要持續 是不是? 也不是這裡說那裡 就是逐個省逐個市到處輪到lock down 那你這樣長期的lock down下去呢 那就問題大了 就是你看香港一樣 你長期的lock down的話 你真的有一些本來不用撿都要撿的 本來打算先停一下 因為停一下才結果都要撿的 撿了又不是這麼容易開得回來 那你很多撿了開不回來的時候 老闆就變了失業了 打工的又失業了 那就大量的失業問題 大量的失業問題不用問貴一點 就知道是壞的了 也都反映了北京 就多擔心那個堅持了 就現在這段時間你說降總 其實降總是升降到5300億的人民幣出來 他說而已 他說而已 你降總是有些銀行借才行的 你外面的企業借才行的 你不借都會出去的 五千多億 五千多億你那小 五千多億等於GDP是兩成的 一季GDP是兩成的 那你降幾次准 就整個quarter的GDP被你降了出來 我不是很相信的 其實我想現在那個局 他上零 但是又怕那個經濟之下 當那個情況是真的去到蔓延得厲害 很多省市都 就是疫情都已經是沒辦法控制 沒辦法控制就沒辦法零之後 其實他多不少都要改口 或者是不改口也好 都是死雞燦飯過去退的 就是唯有實際上那個行動 他沒有辦法要好像之前那樣 動不動就要所有事情都停了 如果你太久的時候 他發現搞不定 就是唯有就是讓客觀的現實 逼他承認到這個問題根本已經是不可以 給你用以前的方法去解決 或者處理 這個當然那個代價會很高 是不是 你經過連串的失敗的事 他自然發覺最終都是失敗的時候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人家大幅加息 你的債務問題很多迫在未知 就是當你迫到很多問題 真的要爆出來的時候 我估計他才會有機會收手 但是到時可能會太遲 變成一切都太遲的時候 到時有什麼政策都沒有什麼用的 就是那些貨幣和財政那些 其實股市跌的模式呢 跟升的模式也有點像的 因為有一些 Economophysics的研究指出 股市和其他資產 例如樓市的 那個見頂見底模式不同的 樓的見頂見底是圓頂圓底的 股是尖頂不尖底的 就是你會看到那個形式 就是一個到V字 尖頂的跌下來 一個V字就是見頂的 這樣抽上去 所以如果你舉凡看到 市是去到跌得急 好像過去了幾天這樣 那其實就隨時有機會見底 抽上去 那今天你已經看到是正在升 那用那些拼圖去量 或者你其實用很多方法 量對數通道量量 用一些平均線 或者或者支持線之類 其實你都很容易推測到那個 那個底應該是昨天 甚至早上應該應該發生 差不多收市的時候應該發生了 那這個是階段性的 那當然譬如說你見底上得多高 這個未必很樂觀 因為基本因素都不是好 那還有見底會不會說 其實這個都是一個階段性的 隔幾個月可能再低一些 這個不敢說 但是如果用拼圖 或者用很多因素 你看看一些盈利 PE PE 那些其實我估計 未必是加強性 甚至有機會真是見底也不行 那所以如果用那個尖底的DPE 那個模式 那他見底短其實是會有比較急的反抽 但是因為你之前都很多人一路 一路跌就一路買了 那也很多蟹貨 所以你又不要遇到他抽得很多 他可能是補回最近跌過幾棍大大棍的年口 可能是就是 抽回上去兩萬上下 那其實那個阻力也會很大 那所以我想現在是處於一個做底期 所謂做底期就是 雖然說底是尖的 但是不是一個的 很多時候有兩三個 那你見到那些股市那些做底的格局都是這樣 那如果你說接下來看好看淡 你要看看之後再做的所謂的腳 就是腳位是高一些還是低一些 如果一隻腳高一隻腳 那就是帥氣了 但是如果不是一隻腳低一隻腳的 或者是反反覆覆的 那就不敢說是一個很好的市況 可能都還會反覆 那我感覺是不是 那個縱備器壞一個比較穩健的一個趨勢呢 技術上一定是過去那幾天是超賣 或者是對果龍的了 就是技術上是一定看好的 就是這個短線來講是可以 但是你一刻一刻一刻 亂拼也可能會有些斬幕也不明白 但是那個基本因素呢 就未見什麼好轉 就是所謂基本因素 你今次跌什麼呢 第一就是跌了那個戰爭 那戰爭現在還沒說停火 雖然有些聲氣 但是也還沒停了 我們看到俄羅斯還在射擊 第二 而比較重要的就是 你看到在大陸在美國上的那些股票 幾百隻 現在講的是排隊被DQ DQ其實都知道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現在外面那些基金真的可以訂貨 就是你如果DQ可以的 譬如在Bloomberg 檢查到那些股票 一檢查是正確的 就是對外資來說 不能買賣的 那你很快就會看到那些 外資的那些基金 就是大個小個都好 他們都會要減貨 就是甚至最終要清倉 那你一路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那個孤壓就一路出來 那第三就是 就是別人外面丟你 你自己也拿來衰 就是在那裡內鬥 你見到那些 尤其是那些科技 尤其是科技大那些 那一隻二隻被人弄 一隻被人弄 他還在聲大謊 給人聽還沒弄完 有段時間弄 那你不要說別人弄你 你自己弄自己的時候 那市場很難 就是看得好 那所以底是見了 但是見了底 是不是等於可以上得很高 我看完這一堆 基本因素就不敢說 那第四個比較外圍的因素 就是加息 你知道就是 息一定是這樣加上去 那麼這樣加上去 尤其是就不利那些科技概念 那些不派息的 港生籍那些 那些特別是看 那你現在說 就算恒指也好 它裡面很多都是有科技概念的東西 就是和恒生科技指數裡面 那些成份都不是差太遠 那所以如果扔起來的話 你見到 昨天扔得很厲害的 深圳B是扔得特別厲害 那其實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科技那裡比較強 那所以 你現在說的 剛才那幾樣東西 除了戰士之外 美國DQ你 你自己走來鬥 還有加息 三樣東西都相當不利 科技概念 所以這個 這個籠罩著的 壞因素 其實不是這麼快會消退 可能還會維持好幾個月 其實我都看到 深圳股和上海股都在跌著的 博士 其實我想問你整體因素 是不是受到現在大陸以前的影響呢 另外你剛剛都提到中概股 就是中概股現在美國那邊 是有一個 新的政策在推進來 但是它現在就沒有說全部馬上 叫那些中概股快點馬上走 可能那個時間中還有一些時間 可能會到2024年 你說的疫情都是 就是剛才我漏了的因素 但是疫情那個就未必很長遠 因為你知道疫情一波一波的 它一波就大概兩個月左右 尤其是你看到它這樣的lock down 可能就是 給外圍來說 需要的時間會短一點就不定 你個個禁錮在家裡 自然很快 很快大家的傳播鏈會斷得到 疫情不會影響太久 當然會還有 下一波一直都會有 但是又要隔幾個月 沒有這麼快 所以你一直有疫情 也都未必說一路對市有很大影響 反而就是 你剛才正話說的 雖然有一個 約一個月的時期 給你慢慢的減貨 但是大家都 都會不想做最後一個 大家會偷捕 你明知道一定有一個定期 定期就是 如果一個月內就要清晰了 那麼你不可能等到最後 大家都會偷捕 你偷捕他偷捕的時候 結果就會有些事情觸發了 大家有個想法的時候就會扔了 其實你今次扔 這個疫情不是純粹沒有原因的 也有的 你看到俄羅斯被人制裁 你看到俄羅斯被人制裁 大家就會想 其實大陸和俄羅斯又這麼朋友 會不會跟著下一個 就是歐美的制裁的對象 又會變成大陸呢 那麼當然 現在大陸又不是說 走去打誰 那麼 未會制裁到 好像制裁普京他們這樣搞的 但是 你看到有一些 一直以來的圍堵 DQ你的股票 趕你的錢走 其實一直在發生著 過了幾年 大家一被俄羅斯這件事 挑一條根的時候 又會想回 會不會 這件事是深化了 其實市場都可以這陣子都在說 你講的時候 講到慶合了 那些基金就去扔了 其實都是一個因素 香港現在的環境、環境 報紙其實都經常都要講的 現在股市跌到這樣 報紙都講過 有差不多四個五個因素的影響 其實現在香港還是不是 是不是一個金融國際中心的一個地位呢 還有之前中國大陸都經常都有些 北水過來 就是救一救香港的市 撐一撐 其實現在大陸都講外循環、內循環的了 所以現在整個建制環境 你怎麼看 國際城市就過去式來的了 很明顯 就是因為 你見到早年美國已經 officially說你這裡已經不國際化了 人家已經開口了 那你見到 就是2019雨傘運動 跟著之後一連串的 所謂抗疫 那你外國是出聲的 那你這麼多人說出聲說 人要走 錢要走 那如果人家不來的時候 你還有什麼錢呢 你只剩下東南亞 我不知道有多少錢過來 你見不見南亞、新加坡等的 有錢過來 我就不太說 反而你經常都在說北水的時候 其實在說來香港的人和錢都是大陸 那你 你說也是一個大陸 香港這樣繞圈的情況 我看不到怎麼國際 就是國際的意義不在這裡 你雖然 就是你官好想 還是這裡是一個國際中心 但是不是你說就是 就是打從 由特朗普打貿易戰的年代開始 大家都知道已經是打定輸數了 你這樣打法 其實反面 已經沒有什麼可能會繼續做得到 國際 金融中心這個 這個調良角色的 這個角色其實已經沒有了 那你就正正是沒有了這個角色 其實 其實大陸都沒有什麼所謂 你既然都沒有什麼好處 就是有風險 經常都 都有人搞事 所以你才看到它 這麼公然去做這裡 是吧 所以如果你一直 就是這個惡性循環 你一直不斷做這裡的時候 這就越來越偏離一個國際城市的特性 越來越像一個大陸的其中一個城市 那當然就是 由一個國際的城市變成 不是一個國際的城市 是漸進的漸變的 就是英國失去了國際金融中心 乃至東京在90年代半個爆破 失去了它那個亞洲那個淪頭的地位 那其實都是漸變的 不是不是 是一天間發生的 那你看到香港其實有一些 很明顯的的徵象 比如說 近期就是 就是之前那些官員死口不承認 又說沒有錢走 沒有人走 那麼現在你看到很多數據 比如 離境的人數 拿NPF的人數 一堆這些 那些官方數字 不是我們作出來的 那麼已經很清楚 做了出來的趨勢了 那還有就是 一直以來那個 恆生指數的表現 其實都很反映 那個整體的市值 正比的這兩件事 以及那個交投 那你現在的恆指 一萬八千幾萬 一萬九千 這些是2006年的水平 你現在整個股市 就是無論是指數 市值和成交量 都幾乎回到十幾年前的情況 這十幾年前都是一個橫行的狀態 其實 就是失去國際金融中心 失去國際地位 這件事不是今天才發生 或者不是2019年才發生 而是十幾年來 一直都已經漸漸地發生 所以去看看 可能那個戰爭 布什都知道 其實現在呢 俄羅斯都反制裁 制裁就是包括美國總統拜登 還有國務卿 還有國防部長等13個政要 還說可能還要下了其他的 就是灌麵燈會加起來 美國說他搞錯了 他制裁了拜登的父親 你不知道嗎? 說多一次 他制裁了拜登的父親 他的名字也搞錯了 連拜登的名字都不知道 說拜登的父親 這樣也可以 為什麼他笑話呢? 不是啊 那個發言人就笑他 你制裁拜登的父親 因為現在的拜登叫Junior 他的名字都搞錯了 你這樣的制裁是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 你已經說了 就是說 講到明說 沒有打算去你那裡 沒有打算有什麼投資 就是情況就是 好像早年大陸 就是反制美國那些官員 就是撿一些過氣的議員等等 去制裁的人不讓你進來 凍結戶口等等 但是 就是你常理推測 人家可能根本都沒有打算來 都不會有什麼東西在你那裡 那你這些制裁的事情是找來講的 等一下一個問題 你怎麼看那個 就是現在媒體報導說 俄羅斯想要中共去幫助它 支援一些官司上 和經濟上的一些支援呢? 就是官司上有很多導彈、武器 現在還說糧食都有它支援 好像現在俄羅斯都否認了 但是現在整體怎麼看 好像中共在這個戰場中的角色呢? 大家都覺得是沒有俄羅斯拖中共下水的 它企圖這樣做 但是大陸也都不笨的 就是你這一劑事情 搞的形象這麼頑皮 其實你看到大陸都劃清界線的 就是講明說和談 和談的意思就是 其實都不是好企你那邊 你就是打人家 那你見到俄羅斯其實跟烏克蘭 比這個軍力都挺懸殊 他也未必說跟大陸拿什麼新年武器 就是以他現在有的東西其實也夠 不過可能他的部署比較鬧鬧一些 比較差一些 所以功力功力也功力有這個意思 那整個局 我自己的判斷就是 就是大陸某程度上 想和他畫得清一點的 就是形象上 角色形象上 不會撈一堆的 但是這一次俄羅斯被人夾 也都唯有靠他 唯有靠大陸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便宜的資源 便宜的金屬 便宜的小麥 可以買給大陸 那我想大陸會趁機在這裡賺錢 而且也是趁機 可能擴張他的人民幣 但是俄羅斯也可以盤算的 明知你去拿人民幣 或者去買他的那些戰略的資源 企業 那他就未必好 所以這種關係 我相信是 不會一種很close的關係 可能都是大家看利益 看看哪些位置可以拿到最佳場數 這個很簡單 就是一向都是的了 83年港幣掛美金到現在 其實你在那個固定的匯率之下 如果你容許那個資金進出 你不要封閉到封鎖到那個資本帳 沒有限制那個資金流動的話 那你要同一個匯率 那別人的息口高些 你跟著便要高些了 別人的息口低些便低些 就是好像兩個桶 駁一條喉 那水位一樣的道理 如果別人的水位高了便便跟著高了 別人的水位低了便便跟著低了 所以這個這麼簡單的道理 就是其實學術上就叫做利率評價理論 interestreparity 那你一定要遵守的 現在市場就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地產商啊 地產代理啊 就是你知道封了成這麼久啊 鎖了這麼久啊 他們餓賣樓餓了很久啊 那麼就 在扯銷售啊 個個都想做多些生意啊 就是希望樓市好像過了10年一樣 那又去唱到好行 說香港不加息 就是通常都是這班人去唱的而已 或者是有些銀行的經濟師啊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上頭的吩咐啊 就是就是很多 你見到很多金融界啊 銀行界都是的 都覺得那個利率會低 覺得還是很多錢 覺得香港的利息可以不跟 但是其實就從來沒有這個情況 任志剛他也說得很清楚 就是所謂沒有這個情況的意思呢 其實很多人將那個焦點 就放在那個最優惠利率那裡 但是最優惠利率呢 是一個市場開價 就是銀行開價給這個市場那個 或者銀行開價給一般人的那個利率來的 那麼這個利率呢 其實是某間公司賣多少錢 那些貸款賣出去 是某間公司賣出去的價錢來的 不代表什麼東西的 就是以前呢 最大的那家私資銀行 它已經變相有央行的角色 那就每個人都看著它的價錢 但是其實你一路那個世界變的時候 就是說30年前 銀行監管處有金管局 有些東西成立 那麼你在香港自己弄了自己的那個所謂央行呢 那麼其實銀行賣多少價出去的那個利率呢 那個意義慢慢是小了 那麼你現在起碼看到P也不是一個P 也有兩個 有大P小P 那麼還有就是 很多時候實際上你出去拿錢的那個成本 你出去銀行借錢的成本 不是真的P的 有優惠就減給你 如果你本身那個信貸太矮的話 就要到頭加 那麼其實每個人去拍門問銀行 拿那個利息都不同的價錢 那麼所以那個不是很有意義的 就是實際上你自己拿到多少資金成本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說 其實在資金成本的角度說 什麼是資金成本呢 銀行拿錢回來 去再貸出去賺中間息七 拿錢回來 那個來源有兩個 一個就是在銀行同業那裡拆回來 那那個就是看HIGHB 銀行同業拆息 一個就是吸存款 那個就是這個存款利率 那麼你看到那個銀行同業拆息 和那個存款利率 可以告訴你 其實如果你拿回幾十年的數據 拍一拍美金的息率 就是HIGHB對LIB 拆息對拆息 存款對存款 DEPO對DEPO 同當期比較 譬如大家三個月給三個月 大家一個月給一個月 你如果這樣比 其實那個上落基本上都很一致 就是說 銀行在市場拿錢回來 那個實際的成本 就一定是跟著整體那個利率的大小 就是所謂的整體就是外圍 尤其是美金 因為你現在習慣美金 所以那個美金的息率是 上了多少 你跟著就要上多少 現在的情況就是 聯儲的價值加得太慢 所以你看到美金的息率 就算兩年期以下那些 兩年期以下那些 我們叫貨幣市場那些 普遍都不高的 都很低的 你看一下美國那條資息曲線 其實兩年起就說到罷了 但是兩年以下其實很邪 所以現在短線來說 那些短的美金息 都還是偏低 這個就算是美金也是的 但是這個情況很快會改變 因為你現在說 每次聯儲局開會都可能加半厘 那你一年開很多市會 你加了半厘 加了半厘 可能會再加碼 再快些 那這個不敢說的 就是你可能過幾個月之後 已經多了一厘多了兩厘 或者三厘 那所以你沒有可能 期望香港那個 相對應的 譬如拆息 存款利率 是會站硬在那裡 不動 是不會的 一定會走的 可能會遲少少 有些所謂先後 而這些所謂遲少少 或者有些先後 或者有些高低 其實是由資金流入流出所造成的 譬如說 你很多錢湧入港幣的息率的時候 那當然 你多錢進來 浸著銀行徒業市場 那就有很多錢在那裡 或者金管局又不抽走銀行結余 有很多錢在那裡 那些息率就浸低了 錢多在那裡 有些息就便宜了 但是 現在你看回市場 港股已經跌了一年 美股升了一年 其實這就不是一個資金流入的現象 是不是很大流出呢 你還可以爭論 但起碼就不是一個大舉流入的情況 那你如果資金不是大舉流入的時候 其實就沒什麼理由 假設那個港幣的息率 就會比那個美金的息率持續低很多 你銀行 我再說一次 你銀行喜歡開一個P開多少 是他的事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回來的資金成本 就一定會上升的 那你香港也有很多銀行 二百多家銀行 現在還有一些虛擬銀行 還有很多其他的財務公司等等 他們全部都在市場上欠錢 也都欠貸款 其實說真的 你香港已經沒有人收的貸款 那些貸款電話 拘捕你借錢的 你見到市場 其實那個競爭是這麼激烈的時候 那個息口是不可能維持在一個 不尋常低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外圍加的時候 香港一定加的 你一定加的時候 如果你譬如說你的借錢 是所謂浮息的 那當然一定上升 這個已經不用說了 但是如果你那個是所謂定息的話 其實都會重新的 一重新的時候 一定會上升 一定向上修正的 還有你有很多事情 就是說新做的那些的話 他銀行都會随著一條數 就是隨著息口一路上升的時候 他如果跟你做過定息的時候 他一定會騙高一點 因為他預計了將來會再高一點 他不會記錄過很低的定息給你 所以你如果還沒借 就有自可 你新去借的話 其實那個息口是不會便宜給你的 還有說著那個經濟前景 現在都不是這麼好的時候 你很多人的還款能力 未必這麼可以的時候 他去銀行借 現在還借了可以不准追 不用還住 你有這麼多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的銀行其實未必會開得便宜 所以那個息口上升 其實可以說是幾可肯定 聽不到 有可能說美國加息幾多匹幾多匹 去到香港是一個風險的點位呢? 以前如果你看回那些危機 比如說美國加多少息 然後可能樓市會出事 或者出現股市大跌 或者香港加多少息 股市樓市會開始下跌 其實有些參考點 譬如97那次 譬如科網泡門那次 譬如07那次 譬如金融海嘯 你如果看回這幾次 甚至包括上一次 2018年之前 聯儲局都加了十次息 如果你看回這幾次 其實通常那個息率 加到兩厘以上 就是由頭到尾加到兩厘以上 市場就開始慢了很多 很明顯慢了很多 立了 或者將近見頂那隻 如果再繼續掃上去的息口 就是說三厘、四厘 通常去到三、四厘 騙近四厘 其實事情就開始下跌了 所以你如果現在按他的 最基本盤的說法 就是你看到那些大行 都在唱四厘 有些聯儲局官員 都在說三至四厘 如果再進取一些 譬如羅恩森佩斯 和John Taylor 都在說五、六厘 如果最基本的說法 在說三、四厘 其實就 分分鐘可能 今年後期 明年初也會到 比平時所見的 步伐是快的 以前是說 如果你說要加兩、三、四厘 怎麼都攤開兩年、三年 才能做出來的 即是不會快得那麼緊 那你現在 因為通脹高得太離譜 就可以得很快點吃 還有這個情況 可能不是靜陷於美國 即是你說 我見到美國 我避免了美金 其實你去看看歐洲 通脹一樣很高很實控 那他們可能很快 都會做差不多的事情 那大家都在做差不多的時候 你可能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以前的加息 可能各個地方未必一致 可能美國只是他加 其他那些 譬如傳統說 歐洲、日本 一直都是低東穿低息 那他們可能不用怎麼加 或者不加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很多地方都一起加 很多地方一起加的時候 變成很多地方 他的樓市、股市出市的機率就大了 即可能會多了地方一起 有樓價下跌的情況出現 以前就可能不是的 譬如說你可能 97年就走在亞洲 07年就走主要在美洲 歐洲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現在 因為每個人都迫到盡 之前有貨幣政策 迫到盡 跟著那個通脹 每個人都爆了上去 那你沒辦法 變成一禮的時候 大家一起收水 還要急收 那大家的價錢一起跌 如果你比較多地方出現 樓價一起回落的時候 變成環球的氣氛會很差 就算你說香港現在 不是的 香港的股市跌得很殘 香港的樓價其實都立了很久 這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外圍的方向是 由升轉跌 還是很多地方一起轉向下的時候 不是說今年 可能是明年後期 或者是後年的事情 但是可見的將來 例如可能現在數起的五、六季之後 那你真的發現那個問題 開始變得很難 那到時對香港 或者對哪裏都好 那個影響的威力都會有 想法 大陸那邊是被人認為是規劃經濟 其實現在李家超上任 大家都看到是否會行一個 資產凍結這個政策 這個問題大家講了很久了 不過我想問 香港有沒有可能行規劃經濟 跟大陸一樣 現在你在規劃中 你看到他由那些田大嶼 到搞那些北部 其實想將企圖 想將香港引入很多 所謂新的產業工種 當然包括引入那些人過來 引入那些錢過來 或者用你的錢 或者不是用你的錢 你很多這些所謂大有為的想法 其實也不是始於現在的 說真的 董建華上去的時候 已經是 有一天上台已經說 搞那樣搞那樣 但是 在香港 在香港一向都走開市場 做事的地方 我估計失敗的成數很高 這些人 在這裏來說 我不認為是這麼聽話 所謂不是這麼聽話 意思是 不是說不守法 但是他們是用市場的思維 用市場的手法去做事 你規劃的 你就打本去做 是不是 你規劃的 你監獄人打本去做 別人就走 是不是 你現在是監獄地產商 你看到那些被迫貢獻的 如果你有很多外資的那些 你監獄就撤出 所以其實你不能監獄別人 你不監獄別人的時候 你有一個規劃 你就自己規劃 實際上下面不做 其實你看到就算不是在這裏 上面也搞很多 像前台之類的 搞了那麼久都搞了什麼出來 我真的看不到什麼成績出來 你建了很多樓 這個是一個地產項目 但是你實際上 除了地產項目之外 你做了多少事情出來 你在香港這樣 現在好像說 那些科學員那些 很多租了進去 有很多事情做了出來 那你有很多事情做出來 但是你現在究竟有多少 上了市有多少賺到錢 究竟你現在佔香港的經濟比例有多少 其實大家都在爬頭 你看到其實 一直以來那個官的心態 其實不是真的做一些 所謂最硬正的科研 他們都是經常開口去應用 應用的意思就是 其實人家已經發明好的東西 人家已經打底的東西 你拿來抄過來賺錢 抄過來賺錢 抄過來賺錢 這些是香港一向都會做的 不用一些官教的 是不是 你有的技術 然後在香港來講 大規模生產 大規模應用 大規模賺錢 這些不用你教的 不用你教的 不用你教的時候 也不需要搞什麼科學員 搞那麼多科學員 那些事情是做一些最硬正 最基礎研究 你現在反而不是做那些 所以你在一個賺錢的地方 其實最懂得賺錢就是商家佬 商家佬最懂得賺錢 其實不用你去教 你故意畫一大塊地 搞一些科學員之類 我看不到有什麼實際的作用 你以香港來講 租金成本這麼貴 人的成本這麼貴 其實都不是太適合做這些 所謂長線科研的事情 做出來的成本效益都不太高 我看不到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